根据司法部文件,上海清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,中国公民葛松涛,企图以欺诈手段从美国进口军用冲锋粥和引擎,被判处三年半监禁,并摸收其电汇给美国公司购买设备的钱款约11.5万美元。 葛松涛通过一家香港公司将设备款转账汇给美国制造商,他还派遣雇员到香港负责设备的接收和转运。 2019年10月,美国司法部逮捕了葛松涛和三名同案被告。葛松涛的美国雇员,同案被告杨洋被判刑14个月。杨洋的先生,杨凡的庭审定于8月2日。 36岁的杨凡,2006年加入美国籍。2019年被捕时是美国海军上尉,曾获得最高机密安全许可。 另一名同案被告郑燕是葛松涛的情人,被判监禁半年和在家软禁11个月。 联邦调查局、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和美国商务部参与了这起案件的调查。 新唐记者李清宜,江迪亚综合报道。